好,我们来看立体一 立体一叫蝴蝶形 在这个单元里面呢 我们常常会遇到球角度的问题 那球角度呢 我们大概用的就是什么三角形内角合啦 或是说之后要学到外角 但是有一些形状它很特别 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个角度算出来 比如说像这个呢 这个就叫做蝴蝶形 蝴蝶形就好像像这个样子蝴蝶 那或者是说呢 把它立起来变这个样子 那蝴蝶形的它有什么结果呢 你看到这个蝴蝶形呢 你就可以得到角A加角B 一个翅膀的一边 加起来会等于另外一边 角C加角D 好,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等一下我们来说明一下 首先呢,请看这个图形 不管你看上面跟下面都是一样的 先看上面 首先看一下角1跟角2是什么角呢 它叫做对顶角 好,你就用到之前的一个结果了 角1和角2是对顶角 对顶角会相等 所以角1等于角2 这是用到一个对顶角的性质 好,第二个呢 请看一下 上面这个三角形 角A加角B加角1是几度呢 它是180度 因为它是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内角核 那请看下面这个三角形 角C加角D再加角2等于几度呢 它也是三角形的三个内角 所以呢 角C加角D加角2也是等于180度 既然它们两个都是等于180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角A加角B加角1等于角C加角D再加角2 那刚才呢,你又得到角1跟角2是对顶角 对顶角会相等 相等就把它消掉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角A加角B 就会等于角C加角D 不管是它是直的蝴蝶 还是横着飞的蝴蝶都一样 角A加角B这边两个角加起来 会等于右边这两个角加起来 那有些同学呢 他还误会 他会误会误以为说 老师啊,角A会不会等于角C呢 角A不一定等于角C 不一定 你不要把它误解了 就是说你会觉得说 他角A就一定等于角C吗 不一定 那再来呢,同样的道理 那角B会不会等于角D呢 它也是不一定 所以呢,角A不一定等于角C 角B不一定等于角B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角A加角B会等于角C加角D 为什么这个可以确定 因为它是从内角 三角形内角和180度来的 好,请看右边 想一想,蝴蝶形 角A一定等于角C吗 不一定 角B一定等于角D吗 也不一定 好,这个蝴蝶形呢 我们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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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